我这两盆铜钱草前多时间刚给它分株的 现在呢长出了新叶子 铜钱草是非常好养护的官叶植物 在养护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定时的给它分株换盆 因为铜钱草的根系非常发达 根系布满了整个盆土 它就会出现生长丸嘛 或者是出现黄叶 所以呢适当的分株 分株之后呢 等它长出这么小叶片的时候啊 我们就把它放在阳光充足 通风良好的地方 然后呢每个15天用盐益淡肥 一堆1000毫升的水 给它喷湿液面或者是直接浇灌 15天喷一次 一个月就能长满一大盆 非常好养护的官叶植物 生长又迅速 铜钱草是非常洗光的植物 我们养护过程中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 它才能越早越好 好了 喜欢铜钱草的话 我们这样养护更要留于它 越早越旺盛越好 好 再见